徐医生,我想知道怎么判断自己的脱发等级 安排 如果你只是单纯大量掉发 并且持续一周每天掉发超过80根 这其实就是脱发最早期的症状 属于一级脱发 不过也不用太担心 平时注意早睡早起 多吃富含蛋白质、回生素 以及微量元素的食物 属于这个症状呢 可以把幸运打在公屏上 如果你的两个额角出现了1到2厘米的后退 差不多有一个手指头宽 这其实属于二级脱发 虽然脱发症状比较轻 但还是需要及时就医 在医生的指导下用药或者养护 以防止脱发面积扩大 符合这个症状呢 可以把警惕打在公屏上 如果你了解你前额的头发 发际线呈现出这样很明显的M型 那就是三级脱发了 这个时候呢 可以根据你毛狼的具体萎缩情况 选择用药或者除发 有同款发型的同学 可以在弹幕上刷一波守护 如果你的前额部位头发所剩无几 并且顶部也出现了拳头斑大小的稀疏 这个时候呢 其实你已经属于4到5级脱发了 单独的使用药物改善 可能效果比较差 最好选择联合养护改善 或者直接纸发 符合这个症状的同学 可以在弹幕上刷一波拯救 如果你的前额头发已经全部脱落 呈现一个倒U型 或者顶部头发呈现地中海O型脱发 那这个时候呢 你已经属于6级脱发了 符合这个症状的同学啊 可以在弹幕上刷一波危险 让我看看有多少人 离秃头只差那么一点点距离了 不过现在就医还来得及 如果继续扩大的话 可能直发都救不了你了 如果你已经形成了 像马蹄铁状的毛发带 那这个时候呢 你该吃吃 该喝喝 原生头发可能这辈子 就已经与你无缘了 这个时候呢 你想改善 那就只能选择假发了 如果你对自己的头发 拿捏不准的 也可以像开头赖务同学一样 带图私信来问我 我看到以后呢 也会针对性地帮助你 分析一下你的头发情况 如果你身边有脱发的朋友 可以把这份视频转发给他 为他送上一份温暖 我是毛发医生虚鲁 一个逆直掌 B站没有脱发人的毛发医生